前往文歩 字幕主席 詞曲雲 詞曲雜 字幕主席 詞曲雜 詞曲雜 Greetly 這個一定是Metual Implication 因為如果是Metual Implication 假的話就OK了 就緊急一定是真 不管後面真假 所以這個不是Metual Implication 但這個不是Logical Implication 它沒那麼強 這句話比較難了解 因為Logical Implication是這樣的 我們講各種狀況 我們把各種可能狀況 列成各種各種各種狀況 A如果logically imply B的話 logically imply B的話 它是這樣的 A而且非 B 在這裡不會發生的 它是在所有可能狀況 都不會發生 假設這裡所有可能狀況 A而且非 B 都不會發生的 這個細節裡面不會這樣 這個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這樣了解嗎 了解嗎 對不對 在所有可能性 都不會發生的 如果 因為它不可能出現 前提真結論假 所以在所有可能狀況當中 它都不會有 A 而且非 B 不會 這個了解嗎 為什麼 如果我們現在講 logical implication 我們要比較 logical implication 跟subjunctive的condition 有些差別 差別 那如果你想logically imply 就是說 如果 A logically imply B 就好像 你說 P and Q logically imply P 一樣 對不對 如果這個真 這個那一定是真 不可能有個細節 這個真這個假 不會 因為這個真就兩個都真 這個一定是真 所以 這個是logically imply B 所以你不會出現一個世界 前面這個真後面這個假 不會的 所以你不會出現一個世界 前面這個後面假 這個不會 通通都不會 這樣才叫logical implication的關係 其實成立 對不對 如果你存在一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面 OK 有 A 有非 B 那就有可能 前提真結論假 那這個就不行logical imply了 對吧 所以 logical implication 是非常嚴格的 在所有可能狀況當中 你都不會有 A 非 B A 非 B 這種狀況出現 都不會的 這個就是logical implication subjunctive的比較怪 它是什麼呢 在 這個 假設這個是我們的世界 actual world 如果有 A 而沒有 B 如果有 A 不會有 B 假設這樣說 在我們細節當中 這個我們現在的世界 有 A 沒有 B 這個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說 我說 有 A subjunctively 說這個是log A 則 B 假設這樣 那 在我這個世界裡面呢 有 A 就有 B 囉 OK 在我世界裡面 有 A 就有 B 囉 那 OK 有 A 就有 B 囉 OK 但是呢 在這個世界裡面 有 A 而非 B 這個 OK 假設這樣 也就是說 在subjunctive 的時候呢 它有個直覺概念是怎麼樣呢 就是 如果在跟我這個現實世界裡面 很像的那個世界 啊 對不起 因為小張提法 這個是非 A 的 這個非 B 這個非 A 有 A 就有 B 有 A 就有 B 有 A 就有 B 但某個界線裡面 就不管了 我 我先把他這個理論的說法 說出來 再把它背後直覺 用例子說明啊 他就說 如果是 Logical Implication 呢 在所有狀況之下 都不會有 A 而有非 B 的 不會 但是如果 Subjunctive 呢 在跟我這個世界 很不相像的世界當中 它出現 A 而且非 B 也沒有關係 我還是可以成立的 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啊 這個意思是這樣的 我們就舉個例子 假設你有很強的直覺是這樣子 你說 沒有兩顆子彈 啊 扁就不會選上了 假設我就生藍了 我就這樣想 我說 如果沒有兩顆子彈 阿扁就不選上 那什麼時候這句話是真的呢 就是 在 200幾年 2004年的時候 2004年 在2004年的時候 你兩顆子彈沒有發生 然後阿扁呢 沒有選上 那我就對了 對吧 我說 如果沒有兩顆子彈 阿扁 沒有兩顆子彈 他就不會選上 什麼時候為真的呢 就是在 2004年的時候 2004年的時候 沒有發生兩顆子彈的事件 沒有發生兩顆子彈的事件 可是阿扁 真的就沒有選上了 那我就覺得對 可是你想像一個狀況是什麼 在那個狀況 沒有兩顆子彈的狀況之下 其實跟我們現實狀況是蠻像的 也就是說 阿扁也是候選人喔 他的對手也是連彈送處於喔 等等等等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現實狀況 阿扁沒有兩顆子彈 可是他根本 根本沒有 不是總統參選人 然後呢 候選人也不是他們 這個什麼連送 都不是 而且台灣根本就是 帝制國家等等等等 假設這樣還是 或者說 總統制 那個情勢根本不一樣 阿扁根本從來沒有參與過政治 那你現在是說 在那個世界當中 阿扁沒有兩顆子彈 可是他沒有當中總統 你說我那句話 可是應該怎麼講 我說如果他沒有兩顆子彈 都不會選上 所以我找一個狀況是說 他沒有兩顆子彈給他選上 對應該這樣想 對不起 我剛才那個情境描述不對 應該情境這樣講 假設我們這樣競選狀況是怎樣 在2004年的時候 阿扁的對手不是連送 是誰呢 是我跟你 跟你 結果呢 其他的候選人呢 最後就病死了20 不管怎麼樣 最後現在兩個組員 就是我跟你 跟阿扁競選 那沒有兩顆子彈 他照樣選上 對吧 因為我們兩個沒有知名度 可是在那個狀況 照樣成立 不表示我說那個不成立 為什麼 因為你舉那個情形 更襲擊狀況 離太極端了 對不對 在那個狀況當中 阿扁沒有兩顆子彈 可是他照樣選上的 這個例子 就是說阿扁 等一下 我要的是 A對 A對 B是錯的嘛 所以 沒子彈 阿扁就不選上了 不 選上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希望是說 沒子彈照樣選上 對 沒有錯 那但是不構成反例 就是我現在容許一個狀況 沒有兩顆子彈事情發生 但是我會選上 但是有這個 有這個狀況存在出現 但是不構成我這句subtentive的 的的反例 如果是logical connective 啊 logical implication的話呢 只要沒有兩顆 我說沒有子彈 則他不會選上 只要我找到一個狀況 沒有子彈 可以選上 我這句話就錯了 可是我剛才那個狀況是說 在那個狀況之下 是 選手 對阿扁的對手是非常弱的 所以沒有兩個子彈 他當然選上 在那個狀況之下 阿扁的確有可能 沒有兩個子彈 可以當然選上 可是這個不能構成 我這句話的反例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說 你那個狀況 跟現實狀況離得太遠了 因為現實狀況 那個時候 連送跟阿扁 跟呂秀蓮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你要講那句話是對的話 那個描述狀況 要跟真實狀況 夠接近 夠相像才對 就是說 在你跟真實狀況情形 非常相識的狀況之下 阿扁 沒子彈 可是呢 他 這個 卻選上了 那我這句話就錯了 要這句話為對 就是在那些 他沒有發生兩顆子彈的狀況之下 可是那個狀況是跟現實狀況非常接近的 非常相識的狀況之下 然後 他卻選上了 那我那句話就錯了 如果你說有個反例 那個反例是跟那個 我的現實狀況 非常不像的 離很遠 離很遠的意思說 非常不像 就是在那個狀況之下 阿扁根本是 就是已經是沒有對手可言了 所以哪怕他沒有兩顆子彈 他卻選上 在這個狀況之下 在非常 離我現實世界很遠很遠的狀況之下 他 他這個是 他 就沒有兩顆子彈 但是呢 他並沒有 他並不是沒有選上 就是他選上 所以 就見這個東西存在 也不足以否定我這句話的反例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 我這個例子離我的現實世界太遠了 所以 什麼時候構成我這句反例呢 不是你找到一個可能狀況 沒有子彈的 而且他選上 我所反例的 不是 是要那個 找到一個情況是 他沒有子彈 可是他 又那個 照樣選上了 跟那個狀況 要跟我的世界非常接近才可以 所以在中間 加了一個條件 就是那個世界 那個可能的世界 那個可能狀況 要跟我現實狀況 非常像的那個 才夠像的那個才算 這個問題就難得這個地方 就是說 什麼叫做我想像一個情形 跟我現在夠相似呢 夠相似呢 從來沒有人成功過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為什麼斷定這個 subjunctive 的條件 那麼難斷定 就是說 你可以設想一個狀況 沒有兩個子彈 阿扁照樣選上 你可以想像那個狀況 可是這個想像不足以 構成我這句話的反例 但是你真的想像一個狀況就是說 那個時候漂很近 阿扁 假設那個情形是這樣 阿扁 沒有兩個子彈了 可是他照樣選上 對手也是連送 所有的條件都一樣 就只有中間 他沒有子彈 當然如果沒有子彈 有相待的時間 又會改寫 如果他沒有中兩個子彈 後面很多事件一定寫不一樣 新冠疫苑系統 是不會發生的 什麼都不會發生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只要你修改那個狀況 使得這個可能狀況 跟你的現實狀況夠接近 而在那個狀況你看 他沒有子彈的時候 有沒有選上呢 如果有選上 這句話就對 這句話就是錯了 如果他還是沒有選上 如果他有選上這句話就是錯了 如果他沒有選這句話就對 所以要限定在一個 跟你的世界相 夠不夠相的狀況當中 這一點就使得 它跟Logical Implication不一樣 為什麼 Logical Implication是說 只要我找到一個沒子彈的世界 這個世界裡面 沒有這個子彈的世界發生 可是呢 他選上了 那我就說 這個就是反例 但是在subjunctive的時候呢 你要 這個這個反例 是那個要在我們夠 跟現實系列 夠接近系列才算 夠相像的系列才算 如果你那個反例 是在一個很遠的狀況 你把那個可能狀況 調整得非常離譜 以至於它有兩個子彈 沒有發生 當然選上的時候 那個就不算是這個subjunctive的反例 所以subjunctive的條件句很麻煩 是因為牽涉到一個 跟我們這個世界 有多相似的世界 也就是說 假定A不是 因為A 假定這個非A是事實嗎 就是A不是事實嗎 在A不是事實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 跟我們這個世界 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呢 這一點是不清楚的 就邏輯沒辦法規定這一點 邏輯 我們現在邏輯沒辦法 沒辦法有一個程序來判斷說 就像我們materialimplication很清楚的 materialimplication說 如果前面這個是假的 這個就是一定是真的 或者後面那個真 這個一定是真的 很清楚的 但是講到subjunctive的時候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 像materialimplication那樣 一個很清楚的機械程序 可以讓你判斷這句話的對錯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牽涉到背後一個觀念就是 這個世界 如果跟我現在不一樣的時候 那個世界 到底怎麼樣的世界 就刻畫 刻畫方式有牽插 就是說有千差萬別的不同刻畫方式 那你在那個狀況之下 到底這個後見有沒有發生呢 那就狀況不一樣 所以subjunctive條件句很難斷定 我們現在都找不出 就是說假設沒有 就是澳國這個皇子嗎 沒有被刺殺 一七大戰都不會發生 那是皇子 但是這樣對嗎 澳界的皇子是不是 第一次大戰世界發生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個事情發生 那麼或者假設你說大陸 如果沒有文化革命的話 它這個經濟發展可能 就會提早多少年 假設這樣 那像這個的話 對還是錯 我不知道啊 所以邏輯沒辦法判斷這個 所以subjunctive條件 用到一個條件句 用這個方式來分析 我們什麼叫知道 它這樣來分析的 你想想看這個有沒有道理 下次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subjunctive的分析 它其實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條件句 跟logical implication不一樣 跟material implication不一樣 這兩個不一樣 我們知道了 然後這個呢 又跟logical implication不一樣 當然它不會是material implication 所以才是第三種的意思 那個losix是這樣說的 如果一個人知道p 你想想看這個有沒有道理 他說第一個p為真的 第二個 他s要相信p 他第三個 如果非p的話呢 他就不會相信p了 舉個例子來說 他說getting 靠這個解決啦 比如說 得到工作的人口袋有十塊錢 對吧 有十個銅板 是真的他相信 可是得到工作的人口袋沒有十塊錢呢 Smith照樣相信得到工作的人口袋有十塊錢 有十個銅板 為什麼 因為Smith以為 是重視 口袋有十塊錢 是重視得到工作嘛 所以 如果 口袋裡面 得到工作的人口袋有十塊錢 那個是假的 可是Smith呢 照樣相信 照樣相信 口袋裡面有十塊錢 所以 他沒有滿足第三個條件 因此 他就不算知道啦 同樣道理的 剛剛那個草地那個牛那個也是一樣的 我的眼睛在看 這個 眼睛在看這個 這個有牛 這個有牛的雕像 他看 如果草地上有牛 他就相信對不對 朝鮮如果沒有牛呢 他傻乎傻乎相信啊 所以這個例子也不對啊 稍微反這個條件啊 所以Nosa說 你看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 這個 是有知識呢 是因為我們的belief是這樣的 如果那個東西是假的 我就不會相信了 你要滿足這個條件 你才算是你有知識 你如果不滿足這個條件 就不算有知識了 在牛這個例子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我看到 我看到有牛啦 你說我看到 沒有啊 沒有牛你自然相信 草地上沒有牛 這個是假的 可是你自然相信草地上沒有牛啊 所以你沒有滿足這個條件啊 Smith這個例子也是一樣 草地上那個例子也是一樣 所以這些getter的例子 我可以用這個substantive條件來解釋這樣 漂亮嗎 蠻漂亮的 這樣清不清楚 這個substantive的意思是 如果沒有 如果這個是假的 如果草地沒有牛 如果草地沒有牛 他照樣相信有牛 所以就沒有滿足這個條件嘛 這個是說如果沒有你不要相信了 可是你照樣相信啊 所以你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那跟那個之前分小雞的這個問題 他就變得沒有實質啊 因為如果他分的 當初是分錯的話 他照樣相信他自己是分對的啊 沒有關係 你現在比如說把這句話寫出來 要注意 你要把這個例子說出來 你要拿一句話 這次是母雞 比如說 他分錯了 對 那如果這次是母雞 如果這次是母雞 母雞 他分錯了 那大概有兩個 你的狀況這樣說 比如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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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是母的 其實是公的 假設這樣 那我說 我說 A是母雞 那這個 這個條件是不滿足的啊 所以我當然不知道 這個已經不滿足了嗎 我現在是分對 然後 然後 我碰的 對 剛好就是 因為你有說過就是說 我分一群 可是我有機會分錯嘛 對對對 可是在分錯的情況下 我還是認為他是對的 分錯的情況 你葉文分對比較好解釋 因為分錯的意思 公的以為是母的 母的以為是公的 就這個條件不滿足了 你知道嗎 我認為他不是一個姿勢 譬如說我今天 他當然不行姿勢啊 因為他沒有滿足這個條件啊 不是不是 我是說我今天分對一隻母雞嘛 對 那 他也是母的 你說是母的 真的是母的 然後呢 那如果他今天不是母的 可是因為我看到他那個特徵 所以我判定他還是母的 那第三個條件就錯了 所以他就不能說 對啊 如果這樣你就蒙對而已啊 沒有錯啊 如果他不是母的 你還以為他是母的 那你是蒙對而已 他既然有可能會分錯 那就代表這個條件會成立 代表說他不可能有分 攻擊母雞的姿勢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好了 我們時間到了 所以我不要hold住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來聽我繼續講 沒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看 來吧 我們還是在家裡 看著我 我會不會 那是 那是 你 我會不會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